這個就是楊潔篪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大概是歷史鏡頭啦 那我把它記錄在這裡 說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 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說你們從實力地位出發 同中國談話 難道我們吃洋人的苦頭還少嗎 被外國圍堵的時間還短嗎 這段話非常的有名 我想大家都記得啦 那中國是基於什麼樣的底氣來講這個話 我認為跟習近平主席上任之後的十年是非常有關係的 歡迎來到量子力學節目 我是量子 大家叫我量哥 中美競爭到底是怎樣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我們要回首十年路啊 看看過去十年 我這個十年的切點是2012到2021啊 因為就是習近平主席上台之後 這十年到底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美國會把中國越來越當作假想敵啊 我們來看一下 事實上就在前一年2021年3月18號 大家應該記得這個中美會談啊 在阿拉斯加 那楊潔篪講了一段話 那這一年就被人家當作是 中國決定開始跟美國平起平坐的一年啊 那剛好有人就做了這兩張圖啊 這個是人民日報的圖啊 就是1901是辛丑合約啊 那那個時候中國是八國聯軍 那2021年是中美高層的戰略對話 那辛丑年 1901年 辛丑條約每個中國人賠償一兩百億啊 那2021年的中美對話 和中國人說話要注意你的態度啊 這個就是楊潔篪講的話啊 我覺得這個大概是歷史盡頭啦 那我把它記錄在這裡啊 說中國人不吃這一套啊 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 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說你們從實力地位出發 同中國談話 難道我們吃洋人的苦頭還少嗎 被外國圍堵的時間還短嗎 這段話非常的有名啊 我想大家都記得啦 那中國是基於什麼樣的底氣來講這個話 我認為跟習近平主席上任之後的十年是非常有關係的 我們來看這十年發生了什麼事啊 我們看到左邊那個圖啊 就是習近平主席積極地推動減評啊 那中國的貧窮的比率從大概將近10% 減到將近0啊 這個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啊 那另外一個GDP 就是平均這十年他的GDP是維持到6-8% 那結果我們就看到這樣的一個數字啊 中國在這十年GDP幾乎是增加了一倍啊 從8.5兆美元變成17.7兆美元 那美國是增加了多少 美國增加了41% 美國是從16.3兆 增加到23兆 中國增加100% 美國增加了41% 這當然就意味著距離拉近啊 那一般估計啊 大概在2031吧 中國的明目GDP會超過美國吧 那如果是以實質購買力 那2017年就超過了 那另外這個就是隨之而來就是中國越來越壯大 那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就越來越負面啊 這裡就看出美國這個國家的本質啊 就當中國很弱小的時候 美國老百姓對中國的觀感還不錯 比如說2012年我們就看到 美國有42%的人對中國保持好感啊 那對中國是負面態度只有40啊 這是2012年 42是抱好感 事實是負面觀點 到了2022年呢 80%對中國抱持負面觀點 而且美國也連動到了他的盟友的看法 比如說韓國 韓國有80%的人 就是五個人裡面有四個 在2022年也是一樣對中國抱持負面的看法 英國有70% 這個就是我們廣義講的啊 國力的消長連帶引起了認知作戰的變化 事實上十年來我們說中美競爭回首十年路啊 美國為什麼到2022年做了這樣的一個緊張的國家安全戰略的報告 因為他驚覺到過去十年兩國拉開的差距啊 而這樣的自信啊 在中國歷史上是有基礎的啊 我們來看這個喬水基金主導人啊 叫達利歐 他個人也研究經濟史啊 他就畫了兩張圖啊 我們用這兩張圖來當結論啊 這是1500年到2020年的國家實力的變遷 那大家可以看到紅色那條線啊 中國大陸在1500年的時候是世界第一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他超過所有國家啊 然後我們再往前看 到了鴉片戰爭之後 鴉片戰爭是1842 他就一路崩壞啊 那到了最低點是1950年啊 等於就是中國 經歷了一個屈辱的百年歷史啊 然後從1950年之後他就開始直線向上 那美國是那條藍色的線啊 那美國藍色的線他的頂峰在哪裡 他的頂峰大概就在1960年左右 然後從1960年之後他就開始往下 然後中國你看那個紅線有多陡啊 一路飆上來啊 這個是我們看近500年的歷史啊 可是各位啊 中國歷史很長啊 我們如果拉長看 看1400年 你去看中國那個紅線 有多少時間都是在世界第一的位置啊 從600年一直到1200年 基本上都是世界第一啊 然後後來1400年再度往上 一直到1600年 那現在這個中國的再度崛起啊 然後逼近美國啊 所以為什麼習近平主席會說 這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啊 因為在歷史上完全可以找到證明 跟自信的來源啊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做個簡單的報告 就是說美國2022年開始警覺到中國的崛起啊 事實上這個崛起是2012到2021年 習近平主席主政這10年 產生了很多經濟科技軍事上的變化 使得美國警覺中國追身的力道啊 所以我們就看到後來的貿易戰跟科技戰 可是勢不可擋啊 潮流大勢已到啊 擋也擋不住啊 那我個人是深信啊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然發生 美國終究要對未來的現實來妥協啊 那我們量子力學 事實上就是專注於這個未來的關鍵思念 從2022到2031的中美博弈 還有中國的崛起就是我們關注的對象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感謝各位 媳婦